我们现在是在玄光寺码头 在那个地方 那个月叫青龙山 那边有一个石头 是日月坛 我来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个 人生会要有许多的改变 但是我在规划 我个人的人生的时候 我觉得我应该要再掌握 另外一个人生 所以我离开玉龙 那我现在进入了 这个旅行的行业 当他们脸上泛出了那个笑容 而在结束的时候 他们会讲一声 谢谢毛导 那我这个导游是成功了 这样子 你先试试看 你先随便来一下 我们现在在毛家庭的家 我两个孩子都是主修音乐 主修音乐 OK 这个学音乐班的孩子 的确要付出很多 不过我要感谢 还是我的太太 她的付出是最多 我只是当司机而已 福音让我了解到 家庭的重要性 没有任何的成功 可以弥补家庭的失败 这个就是我要传承下去的 我的名字是毛凯皮 我是一位夫妻 我是个旅行 还有历史的万事通 我在办公室待了二十八年 现在我是一个快乐的导游 而且我也是个后级圣徒 发生的万事 也许可疑 所以就 headquarters 位置 是一位比赛的 你是一位价钱的 所以就跟她说